最近我收到一个视频 一个国外小哥 把一块古代的铜镜 经过打磨之后 没想到 变得比现代的镜子还要清晰 刚好我有一个朋友 从几千年前 送了一块铜镜给我 这铜镜土都没刷干净 别看这块铜镜 现在黑不溜秋的 这其实是我在萌宝掏的 哇 几千大洋啊 但是 需要把这块铜镜 打磨成镜子一样 我们还需要 沙子和打磨膏 怎么样 够专业吧 相信 经过我精心打磨之后 这块铜镜 很快就能恢复到 几千年前的样子 你们看 就这质量 拿去擦屁股都没有问题 咱就用这个最初的磨砂纸 来打磨它吧 哇 我就磨了那么一下 它就反光了耶 哇 好神奇哦 我的天哪 哇 磨到我手都黑了 这镜子怎么还是跟一开始没什么区别呢 这铜镜还是黑漆漆的 磨到现在那个程度 我真的有点想放弃了 并不是因为你们不给我点赞关注什么的 主要是它太难磨了 什么 你们要给我点小星星 那我肯定继续磨啊 这次磨到我手都累了 看我这浅浅玉手 黑的哥哥啥事的 我决定我还是用电动打磨机吧 用电动的 总没有那么累了吧 有点意思 这铜镜磨了这么久 怎么还是没有照出我的美貌呢 还有这些打磨膏 实在是不知道买哪一个 所以我就全买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电动的 手动的 打磨膏 全部一起来呢 毕竟我也不知道按哪个步骤走 咱们就实际磨 磨到它成功为止 天哪 这洗出来的泡泡就是黑热的 磨好了 咱们看看效果如何 这个铜镜怎么什么都照不出来 我磨了七天七夜 一点经验效果都没有 还是整点好玩的吧 贴上哈哈纸 保证你看到自己哈哈笑 我去 这谁啊 像个丑八怪一样 太丑了嘛 不行 可不能我一个人丑 小爱 好 我干啥 我淘到了一个骨虫镜 它已经被我打磨成镜子了 受你哦 而且它还可以把人照得美落天仙 快给我 咦 咦 这就是天蝎吗 小伙伴 你们觉得这照起来像个人吗 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失败呢 首功课代表 快告诉我 喵耶